乳房腫瘤分不清 這種類型最需要注意 我去醫院去做檢查 就發現雙部旁邊好是有一些 不知道是什麼纖維化 還是囊腫 還是什麼良性腫瘤 因為醫生就說 反正那個尺寸是良性 就每年定期去追蹤 比較常見的這些狀況 最值得注意的是 非典型真身的部分 一般這一種要嘛 就是要很密切追蹤 要嘛就是直接要把那個區塊拿掉 今晚7點 公申週財32頻道 醫師好辣 醫生好辣